一个快乐的小女孩 亲爱的孩子们 你们想知道我所见过的最快乐的孩子吗 听我说 我来告诉你们 我所见过的最快乐的孩子 是我在一次火车旅行中碰到的一个小女孩 她和我都要去伦敦 一起在火车上坐了很远 她只有八岁 而且眼睛全瞎了 一点也看不见 她从来没有见过太阳 天空 星星 绿草 鲜花 树木 飞鸟或任何这些 你们每一天都能看见的可爱事物 但她非常快乐 她是独自一人 可怜的小家伙 她这一路上 没有亲戚或朋友照看她 但她很快乐 也很满足 她走进车厢时说 请告诉我车厢里有多少人 我眼瞎了 啥也看不见 一位先生问她害不害怕 不害怕 她说 一点也不 我以前就自己旅行过 我信靠神 大家总是对我很好 我很快明白她 为什么这样快乐 你们猜猜 是为什么呢 她爱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爱她 她寻求耶稣基督 也找到了她 我开始与她谈论圣经 发现她很了解圣经 她学校的老师常给她读圣经 她是一个好孩子 把老师读得牢牢记住了 亲爱的孩子们 你们想不出 圣经中没有多少东西 是这个可怜的小王女 不知道的 我只希望英国的每一个成人 都能有她那样多的知识 但我必须告诉你们其中的一些 她告诉我最的是 当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时 最是怎样进入世界的 今天最是如何遍布全球 她说 啊 没有真正的好人 世界上最好的人 每天都犯许多罪 我肯定 就是我们不做任何其他措施 我们也浪费了很多时间 啊 我们全都是大罪人 没有人不犯很多罪的 然后她谈到耶稣基督 她谈到她在克西马尼园 所受的痛苦 她的汗如血滴掉在地上 谈到士兵 把她钉在十字架上 还用长毛刺在她的肋旁 血和水奔涌而出 她说 啊 她为我们死 而且死得这样悲惨痛苦 她多么好啊 她为我们的罪受这样的痛苦 她真是好啊 然后她谈到恶人 她告诉我她担心世界上 有许多恶人 看到她的同学和熟人 走在邪恶的路上 她实在很难过 但是她说 我知道 他们为什么这样坏 因为他们没有努力去做好人 也不愿意做好人 他们没有求耶稣 使他们变好 我问她最喜欢圣经哪一部分 她告诉我她喜欢所有关于基督生平的故事 但她最喜欢的是启示录的最后三章 我正好带着一本圣经 就拿出来 把这些章节读给她听 当我读完时 她开始谈到天国 想想看 她说 在那里该有多好 那里不再有悲伤 不再有哭泣和眼泪 耶稣基督将在那里 因为圣经说 又有羔羊未成的灯 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三节 我们将永远和她在一起 还有 那里永远不会有黑夜 人们不需要蜡烛 也不需要日光 亲爱的孩子们 想想这位可怜的盲女孩 想想她这样快乐地谈到耶稣基督 想想她为天国的景象而快乐 想到那里不再有悲伤和黑夜 就满心欢喜 此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她回到了伦敦 自己的家 我不知道 她是否还活着 但我希望她还健在 也肯定主耶稣 在好好地照看她 亲爱的孩子们 你们也像她一样快乐吗 你们不瞎 你们有眼睛 能到处跑 看见世界 去任何你们想去的地方 读任何你们愿意读的书 但你们是否也像 这位可怜的小盲女 一样快乐呢 啊 如果你们想在这个世界上快乐 请记住我今天的建议 做那位小盲女所做的事 爱耶稣基督 她就爱你 早日寻求她 你就一定能寻见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